这个就是我们家乡的花菇 花菇是我们家乡的农单品 朋友们你们可以在这里点点关注 感谢啊 感谢朋友们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的关注在这里 大家好 我叫林俊 今年44岁 我来自于湖北省隋州市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现在也是一名网络主播 现在我在我的家乡创业 为我们家乡 带出来很多我们家乡的土特产 早上好 早上好 欢迎朱时期姐 欢迎温柔 早上好 现在是7点 我们现在准时开播 确诊的时候是2019年 在那个时候 9月是患上了 被确诊的所谓止胎癌 说实话 你作为我是心情还比较平静 作为我的家人 可能是一个崩溃状态 刚开始也是哭啊 后来就觉得哭没有用 没想什么 那个时候就觉得 就要医生把他治好了 我觉得就可以了 我觉得只要他能好 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没有像个别的 就是在医院里面 就是当确诊为直肠癌的那一刻 就是说我当时躺在病床上 我拿着手机拍出了 我人生中的第一条抖音 当我再次拿起手机的时候 我一看这条抖音是不是火了 这么多人评论 这么多人点赞 我姐正在旁边 我还跟我姐开玩笑 我说姐姐姐快过来看一下 我好像我火了 受到第一条抖音的影响 的确我就说也是想着 这个的确还有很多人关注 因为说实话一个中年人 因为上有老下有小 毕竟还是要养家 还要面临自己的后续治疗 当时我也挺迷茫的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个时候刚刚抖音 正好推出自己的小店 我说咱们可不可以通过抖音 去做点什么 可以赚点生活费 然后我们就开通到抖音小店 没想到效果还挺好 这个是烘烤花菇的这个烤箱 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这个烤箱上直播的 这是我岳父家的 就是中花菇的烤箱 当我卖出第一单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结果那天我是从七点钟 一直直播到晚上的十二点 卖出了四十单 出发 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 早上五点多起来 准备直播到九点钟结束 回家以后安排打包 然后继续拍视频 目前的话就是从早上七点钟开播 到现在是七点五十分 我们成交已经是一千多单了 成交建数是一千零二十四单 做一个癌症患者 我们直播带货 刚开始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提出质疑 他说人家患了癌症 人家躺在那里 你患了癌症 你现在竟然去创业了 你去卖货了 很多人说 就是说你去卖惨 有可能说 有的人说你去骗人 当时我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说 难道一个癌症患者 就应该躺在那里哀叹人生吗 那我们的治疗意义何在是吧 我们治疗的意义就是要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 我其实很欣赏那样的一句话 人生中除了生死 其余的都是擦伤 所以那说 第一我们必须要乐观 第二我们不得不乐观 不管喜欢我们的还是讨厌我们的朋友 你们给主播点点关注 然后咱们在明天的早上七点到九点钟 我们依然直播间见 感谢 感谢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 拜拜 在我生病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虽然说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如果有点能力的话 也愿意帮助我们自己的家乡的这些父老乡亲们 让他们增加自己的收入 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人 也是周边的这些农民们 还有我们现在已经是帮助了很多当地的农民 卖出了很多农产品 虽然说我也现在眼睛睁开的时候 我看着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的责任 比以前更重 从去年到今年 我积累了很多粉丝 很多网上认识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尤其是从去年 我刚刚开播 一直到现在 有一些粉丝 只要我一开播 他们就会在直播间 他们对我默默的支持 就像我的家人一样的陪伴我 没有他们的支持 真的也没有我今天的成绩 真的非常感谢 感恩这一路走来 大家所有的遇见 感谢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木贵的老牛是我同伴 南天逼着夕阳在天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